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对于郡村文化的保留 或者是说我们对于文化的了解 可能都还没有那么样的清楚 所以这次可以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 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该怎么去定义说 郡村它到底是什么 郡村文化保存的理由在哪里 它的意义何在 我觉得郡村就像这个Village 它可以是矿工的 可以是渔工的 可以是发木的 我觉得它可以推广得更广 郡村生活这件事情 大概是很难再复刻回去 它就是逐渐减少跟消失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里面有些精神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认同它是有价值的文化 可是对于 那郡村文化该怎么样持续保存 然后如何发扬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想象 我会觉得说郡村文化节 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 就是一年一次然后在有官方资源 人经费之辖才去办理的一个文化节 它应该是说能够是从 郡村内部自发出来的 我觉得可以用我们现在更新的角度来看它 并不一定锁死在以前过往的记忆中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我们让眷村再生 文化再现的一种方式 因为讲过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共同经验的人 他也许比较难进入 但如果回跟现代的生活产生连结的话 也许就会 他们就愿意主动的来亲近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活动 透过比较长期的一些赔力 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角度 然后到短期的 或是去提起更多的讨论跟议题 不是说市民去学习 眷村文化是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皮面 而是说让各种不同的市民 能够参与在这些节庆的展演活动里 它也是一个主体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公共化 然后新的使用者带进来 然后我们能够创造新的故事 然后有新的事件产生 行销创新的方式 来做扩大公民的参与 并且把眷村文化的记忆呢 希望能够留在更多的 国人的心里面 跟脑海的记忆里面